这个好这个好保存好 哎呀 干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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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干着干着干着 哎呀 此前在郑家湖这片木杠曲 曾挖出埃起蜻蜓岩等珍贵文物 而接下来的发现 更让专家震惊连连 两片沾满泥土的木毒 引起考古专家高度重视 上面的内容连史书都没有记载 竟和秦始皇争霸天下有关 棺材里到底有些什么 木毒上又将切开那些秘密 感兴趣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长按点赞三秒还能触发神奇特效 接下来让我们探索这片木葬群 2021年9月的某天 在连续发掘三年的云梦正家湖墓地 湖北省考古队的考古人员 一如既往的忙碌着 正在清理的是编号为275的木杂 完成前期的绘图工作后 考古人员小心地打开果盖板 映入眼帘的依然是浑浊的积水 以及厚重的淤泥 虽然这发掘起来很有难度 他们还是很期待接下来的发现 直觉告诉考古人员 里面一定有不小的收获 只不过他们没想到墓中出土的遗物 将震惊整个考古界 满怀紧张和期待的心情 大家把剩余的果盖板搬一上岸 紧接着就开始一边清理淤泥 一边抽取果室内的积水 9月虽然已经接近秋天 但天气仍然十分温热 为了保证发掘进度考古人员指 货贵货趴地挤在狭小的木坑中 这时正在抽水的头箱 引起专家注意 明明已经抽出大量的水 头箱内的水位却不见下降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仔细观察后发现原来是整个果实的积水 在抽水机的作用下 全部汇到头箱处 经过这次小插取后 头箱内积水很快就被抽得差不多了 大量随葬品也呈现在众人面前 突然专家发现牧师的异样之处 头箱周围有四个孙艳 原本是用来放隔板和陪葬品的 消失的隔板去了哪里呢 难道是遭到盗绝了吗 但仔细观察之后 却没有发现倒扰痕迹 只能暂时解释木处下档匆忙忘放 也正因为缺少这块隔板 随葬品距离地面的间距过远 考古人员无法构到里面的文物 在众人交流讨论之后 他们终于想到解决办法 看起来虽然比较滑稽 实际上操作非常困难 也是考古工作者需要面对的日常 费尽千辛万苦 终于成功提取低渐文物 一股作气继续向下清理 随着随葬品一件件被取走 令人意想不到的器物显露出来 竟然是保存完整的竹刺 这是一种用来呈放器物的竹之成器 由于材质脆弱 能完整保存下来实属罕见 为了能将它整体取出 考古人员可是下了一番大劲儿 首先需要把竹刺周围沉重的陶翁提取 再用托板将其整个托起放入箱中 经过考古人员的努力 竹刺被成功取出 这使两个小小的竹木条 瞬间成为发掘现场的焦点 哇 好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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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太牛了 太牛了 太好了 这个非常好 非常好 好 这个我们伟大祖国的这个宝贝 归宝 民族的归宝 当关国打开的那一瞬间 在场所有人都沸腾了 里面究竟有哪些珍贵的宝贝呢 引起考古专家注意的木条 又记载了什么 为了保护和解读上面的文字 出土的木条被送往实验室进行清洗 原来他们是由整片木骨断裂而成 仅30厘米长 不到4厘米宽的木片 被削成了7个棱面 专家仔细研读上面的文字 竟然是连史书文献都没有记载过的 那么他到底记载了什么内容呢 整个内容的话 就是叫图的这个人 来游说秦王 游说秦王就是寝兵利益 就是大家不要打仗了 原来是谋士游说秦王不要再打仗的故事 展现出一幅战国后期秦国争霸的画面 这位谋士应该没有成功劝阻 否则就可能不会有秦统一天下的事了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继续 这座墓葬的清理已接近尾声 紧接着将一块块棺木搬出 275号墓的结构也明朗起来 这时在棺木内侧发现一个白色花纹 难道是墓主人家族的图童吗 具体有何含义还得等到后续研究 这时专家忽然清理出一件六波棋盘 六波棋是古代棋戏的一种 曾在2000多年前非常流行 虽然现已失传 但仍展现一个时代的印记 随后又清理出一个奇特的原型墓棋 仔细辨认竟是罕见的原型六波盘 看来墓主人还是个重度游戏爱好者 继续深入清理又发现四枚墓壁 上面都汇满了精致且神秘的花纹 出土的位置又刚好是棺果的四个角落 难道这是什么特殊的仪式吗 专家认为这应该是棺果外的墓壁 和湖北九连敦战国楚墓 关外用丝之物串联的青铜壁相似 另一边正要发掘的编号为276号墓 忽然传来考古人员激动的声音 他们到底从里面看到了什么 透过比较狭窄的缝隙 可以看到紧头香的一角就堆满随葬品 怪不得会让人兴奋的大喊 按纳住激动的心情 众人迅速行动起来 将果板移开后 层层叠叠的器物显露出来 由于缺少积水和淤泥的保护 气息等直接暴露在阳光空气中 果实里又再次传来惊喜 棺木上不仅绳索保存完整 就连附属的丝织物都纹里可见 将所有果盖板都移出墓外后 整座墓葬清晰的展现在大家面前 同样首先需要把头香气物清理出来 头香的一角清理完毕后 考古人员确认没有遗漏的气物后 才敢小心下到头香里提取剩余气物 这是一件双口铜扁壶 引起他们注意 紧挨着的方圆两口还都有封盖 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为了弄清它的作用与结构 专家特意给它做了个CT扫描 在电脑上整个壶的构造一览无余 能够看出里面被分成两个空间 通过仔细研究文物专家终于弄明白 这件双口铜扁壶是如何制作的 而它实际上是一件扣器 也并不是纯铜的扁壶 主体是木质 叫做双口漆木扁壶更为贴切 目光在转回发掘现场 天色已经见满 考古人员还在分离提取剩下文物 将头香清理完后 接着发掘边箱 边箱很狭窄 胳膊短的人还不一定能够着 随后清理出好几个漆尔杯 统计后发现供出土80多个 可见木主生前肯定很爱船杯弄斩 虽然考古人员意犹未尽 但考虑到天色已晚文物数量多 今天的发掘便只能暂时告一段落 由于棺木上司之物较为脆弱 思考再三专家决定 将整个棺木进行封箱提取 这可是个不小的工程 首先需要把周围的门窗 木板拆除 拆下来后还要同步拼装 尽可能保持古木原有结构 再把边箱剩余的文物全部提取 随着棺外最后一件随葬品被取出 这座墓葬的棺果开始进入吊取阶段 墓室内的空间很小 如何将棺木捆绑并吊起 也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大难题 这时专家忽然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利用水的福利 将棺木位置移动 在吊关前还需用保鲜膜捆绑覆盖 目的是保护上面脆弱的丝质品 终于这具棺果被成功吊起 随后将离开他沉睡两件多年的家 越往实验室做进一步的提取和研究 此时这一年郑家湖墓地的发掘工作 也即将进入尾声 但埋葬在地下更深的秘密 还在等待着考古人员的不断探索 期待在未来某天能见证 新的重大考古发现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可以在弹幕或者下方的评论区进行讨论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老铁 可以点个赞或者关注 我会持续为大家更新的 如果有说的不好的地方 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